各位觀眾你好 歡迎收看新聞思想起 思考深度 展現態度 我是王馨怡 追著夢想是許多人 從小到大都曾經做過的事 但最後真正能夠咬幾牙根 實現目標的又有多少呢 在今天 竹夢人生當中 就要帶您看看 在表演藝術這個領域 各方好手們他們的故事 或許彼此的強項是不同的 但那一份堅毅不勞 奮鬥到底的精神 卻是他們邁向巔峰的共同之處 或許一般人很難想像 有溜溜球居然也能夠 溜進國際知名的太陽馬戲團嗎 這位是台灣溜溜球玩家 段志銘 他不僅辦到了 在2022年還一路過關斬將 成功奪下表演藝術組的 世界冠軍 難能可畏的是呢 他還同時獲得了 最佳創意獎跟最佳娛樂獎 而回首過去 長達25年的堅持練習下苦功 專志銘不僅是用實力跟創意 把自己推向了巔峰 更透過了世界行動展現 即使是再簡單的東西 只要堅持不懈戴 都有可能實現心之所向 因為小小一科 很多人小時候都曾經玩過了溜溜球 到他手中 不僅溜到了站上世界舞台 更是溜出了世界冠軍 溜溜球在段志銘手中 變出各種花樣 讓人目不暇忌 不論是單手 雙手 甚至兩顆同時操控 都難不倒塌 第一種就是我們稱之為單手線上花式 迴旋花式 會用這種形狀的溜溜球 是因為我們在甩動的過程當中 會需要他有一個 就旋轉跟穩定的動作 第三種玩法是雙手線上花式3A 要用到兩顆溜溜球 彼此會容易產生碰撞 耗損率高 除了他球很容易會彼此撞到以外 他在練習的過程當中 也會特別容易打結 所以就是會花很多時間 然後又花很多金錢的一種玩法 第四種離線溜溜球4A 玩法類似扯鈴 丟得出去 收得回來 第五種5A 則是離手玩法 整顆溜溜球會和繩子一起跑出去 五種主流玩法 全都有涉獵 底子深厚 35歲的段志銘 是2022年 線上溜溜球世界大賽 新科冠軍 舞台上兩位表演者 像是在較勁一樣 左邊的用溜溜球做出花樣招式 右邊的人馬上模仿回擊 但其實仔細看會發現 兩個其實是同一人 是運用剪接手法呈現出來的效果 那這次是採用線上的方式舉行 他們也破天荒的給我們了一個 一個很特別的規則是 我們的影片可以剪輯 對 那這樣的情況下 大家其實除了自己本身溜溜球的創意以外 那還加上了一點就是有一點是 看你怎麼拍 你怎麼剪的那種創意 原來畫面的左邊都是正常的動作 但在右邊是倒放動作 而且以鏡到底要能完全搭配上節奏 難度相當高 然後倒放的那邊 他的第一個動作是把一個排在地上的 上面的end就是結尾的那個字樣 抹掉 然後丟掉 這樣他倒放就會變成我一抹 他又回來的那種感覺 就為了這個效果 我每一出發都要先抹掉 丟掉 那有時候一抹一丟沒丟好 那要重拍 那我就要再重新排那個字 鏡像加倒轉 具有技術難度又有趣味性 讓段志銘獲得世界溜溜球大賽 表演藝術組的世界冠軍 跟南瓜最佳創意獎 最佳娛樂獎 打破同一年度在表演藝術組最多的獲獎記錄 那表演呢 他其實雖然說沒有這種難度 可是以溜溜球的世界賽來講 他其實還是會看溜溜球的難度在做評分 所以在要保持一點難度的狀態底下 我們又要去設計表演 其實我覺得這件事情是比較困難的 最後成績真的公佈出來的時候 我會當下其實是有一個 終於塵埃落定 終於結束了 我終於完成這個夢想 所以其實當下的感動會比較是 自己內心的一個激動 段志銘奪冠後 新年期間回台站坐休息 而成就冠軍的幕後推手 其實是志銘的媽媽 不過媽媽十分低調 只願意透過視訊的方式分享心情 對 第一時間我是問他說 這個第一名 這個世界冠軍有獎金嗎 我想像天下父母心應該都差不多 就是希望小孩子 除了自己有成就玩得開心以外 當然能夠有一份穩定的工作 可以就是堅持自己的夢想 對 所以他其實也是好奇 然後其實有的時候是開玩笑的問題 35歲的段志銘在10歲那年接觸到溜溜球 照片中最右下角黃色外殼的小旋風 是媽媽買給他的第一顆溜溜球 好像是我記得好像是三年級重用 然後那個時候 因為我覺得小孩子玩這個很不錯 等於可以訓練這個手眼協調 那個時候有一個小故事就是 很快溜溜球不流行 他們比賽辦完了 廠商錢賺到了 他們不賣了 然後可是溜溜球需要他的繩子 也需要溜溜球 就算你很省得用好了 繩子也一定會壞掉 然後我就有一段時間就買不到繩子 所以其實我中間有停過大概兩年的 差不多兩年的時間 溜溜球在台灣一度退燒 段志銘回憶大概是到了他國中階段 因為日本推出相關的動漫又再次翻紅 他也參加比賽拿到亞軍 逐漸開始聚集志同道合的朋友 一起交流 一起練習 你現在是在練習還是在即興的 對 算是即興的 收 久不完會很癢 機會是留給準備好的人 這句話用在段志銘身上再適合不過 他保持熱情 把溜溜球從興趣變成事業 在2015年收到太陽馬戲團的邀請 他們一開始問我的時候是問我說 要不要參加他們的某個晚會 所以那個時候當下的感覺 我以為是一個一次性的表演的合作 所以對我來說並不是非常陌生這種形式 只是它的差別是在國外 那我以為是就是去演一場 或是去演一個檔期就會回來了 但我沒有想到它是一個 就是很穩定 然後很長期的工作 段志銘當年是第一次參加世界669大賽 在業界並非特別有名氣 加上連決賽都沒有闖進 心情正低落 沒想到幸福來得太突然 他反倒覺得有些意外 在中間有一個小過程 就是他要我自己去辦 就是美國簽證的這一塊 因為他們已經就算幫我溝通好了 我還是要拿到紙本的部分 然後他就說好 那他們已經弄好了 但是錢要自己去轉帳 要現場付 他就說你準備6萬多多少 然後到某個地方去繳 瞬間我就警覺心就起來 6萬多塊 這該不會是詐騙吧 最終只是自己想多了也聽錯價錢 到外交部佼佼6千塊的費用後 順利辦理完手續 和團隊踏上了征戰世界的旅途 Yoyo的隊伍 這就是他的回合 去把某個角落進去 我們來看看他做的 挺有興趣的 他也有很多某個角落 比較給我不一樣的感覺 是因為我之前做的街頭表演 或是我之前做的商業演出 其實是自己表演沒錯 但是整個節目來說 我也就是我Focus在我自己 但是在太陽馬戲團的那種感覺 就不太一樣 就是變成我是整套表演中的一環 我的表現只是為整個表演當中的 其中一個部分加分 下一副計畫是怎麼樣 征服群世界 你也征服群世界啦 征服宇宙 征服宇宙冠軍 對 他其實很多想法都 就是蠻堅持的 然後可能有些人會跟他說 欸你 我覺得你不要做這個啊 我覺得這個不好啊什麼 可是他自己 你雖然表面上好像 呃 好 就是 可是他還是做自己的東西 就是玩流球玩這麼久 很常會有一些時候 我會為了別人而玩 我會為了主流而玩 我會為了表演而玩 我會為了誰會什麼 我不會而玩 我會為了誰瞧不起我 我不會什麼而去練什麼東西 但其實真的在完成了這個成就之後 我發現 終究是只會想要做你自己想做的 那你就好好的去把你想做的做到最好的 小小的溜溜球在段志明手上 旋轉出龐大能量 拿下世界冠軍後 他並不自滿 希望未來有能力 幫助對表演藝術有興趣的年輕人一起圓夢 並讓更多人認識溜溜球 造就更多的台灣之光 做你想做的 把想做的做到最好 非常簡單的一兩句話 但要徹底執行 卻不是簡單容易的事 另一個也走在竹木人身上 還有這一位 是熱愛表演的陽光大男孩 楊世豪 不少人在台灣的街頭或網路影片當中 都曾經看過他 舞動的20公斤中的大環演出 而並不是科班出身 但現在成為技巧精湛 非常專業的表演藝術家 另一個身份 還是罵戲之門的團長 能有今天不凡的成就 楊世豪憑著就是一股熱誠 還有無懈帶的練習在練習 揮手來時路 他從一個連吃七天的 雲車藥的一個人 那麼才能克服大環 旋轉雲線感的 菜鳥新天人 再到歐洲表演 嘗到走紅之味 最後還登上了亞洲達人秀 歷經國際舞台 專業洗禮之後 現在轉個彎 把重心放在台灣馬戲上 楊世豪融合了專長 他放慢腳步 潛心鑽研創作 希望透過更多的沉浸式演出 讓觀眾朋友好好體驗 什麼叫做生歷其境 大環隨著音樂節奏在地上起伏 彷彿有生命力般的律動 身體和大環融為一體 動作流暢 四肢騰空轉動 楊世豪精彩演出 引來熱烈掌聲 在台下的爸媽也深深被感動 讓我耳鋒一心 整個的感覺 跟跳脫之前 他表演的那個層次 是完全讓我想像不到 我在大環旋轉的時候 感覺自己像是一個小朋友 就是五歲小時候的那種自己的感覺 那我就以這個去想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轉變 我就想到了一個詞叫做時光機 我想到大環在旋轉的時候 他其實就像是一個時間 一直不停不停地旋轉著 有別於炫技雜耍類演出 楊世豪這次帶來 直擊心靈深處的藝術表演 他想像自己回到小時候 看到過去的純真 過去的選擇 也回憶起了他和大環之間的緣分 臉上總是掛著笑容的 勉腆大男孩 有一顆熱愛表演的心 高中就讀美工科系 但大學選了一條不一樣的路 其實我在家裡就是一個放羊的小孩 因為我大哥跟二哥的成績 都是那種建宗嘛 他們就是很會讀書的人 所以他們對我的期待就是 啊 這個小孩要玩 就放生我 反正不要變壞什麼都好 他看他哥哥跳街舞 他覺得很帥 他想學他哥哥 結果他就去考體育學院 類似那種舞蹈系 結果很好笑啊 沒有一家那個學校錄取他 那後來有一次就是戲曲學院的那個 老師打電話來 我接的 他說啊 楊士豪 我是他爸爸 他說啊 那個我們現在 有被娶第一名 是他 他有沒有興趣來讀 爸爸偷偷爆料出考大學的糗事 不過家人對他從事表演藝術的態度 不支持也不反對 楊士豪雖然形容自己是放羊的孩子 但內心總還是憋著一股勁 希望得到認同 楊士豪一開始練的是雜耍帽子 正當他信心滿滿走上街頭後 卻大受打擊 觀眾回想不好 幾乎沒什麼人對他的表演感興趣 那我後來就 因緣際會朋友告訴我說 戲曲裡面有一個很厲害的街頭藝人 叫胡啟智 胡老師 他就是演水晶球跟一個很大的大環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大環 但那個時候我心裡面只想著 是不是因為這個道具很大 所以很吸引觀眾來看 那是我第一個契機想要去 想要去碰觸他 想要去練習他的 在旋轉的過程中逐漸找到對大環的熱忱 相當享受過程 但面對這20公斤的大家夥 想掌控好可沒那麼簡單 我不知道說他那種磨練的過程 真的是需要說他會受傷一些什麼的 就是看了藥帶之後我才知道說去關心他 去看他說你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回來他都暴行暴憂了啊 就是我覺得就很... 你心疼啦 你心疼啦 破皮流血都還是家常便飯 楊世豪回憶最痛苦的還是剛開始要接觸的第一週 我轉沒幾下 就是因為那時候想說要試著 像是學騎腳踏車嘛 我就一步一步慢慢踩慢慢轉 結果不對耶 我踩個二十幾步我開始頭暈了 再繼續之後我想說再撐一下再撐一下 然後我就直接去旁邊吐了 所以那個時候就想說 如果我會暈會吐 那是不是要買銀車藥還是這樣 都會連續吃了七天 堅持練習慢慢從不熟悉到專精 黃天爺不復苦新人 2017年楊世豪的表演在國際上被看見 其實2017年那個爆紅對我來講是很開心的 就是在法國那個影片很多人看之後 我是很覺得哇我自己終於 終於ㄍ了這麼久 終於被人家看見的那種感覺 可是到後面我發現 其實台灣對這件事情好像不是這麼理解跟認識 所以我慢慢的我就把我的視野轉到國際 我就比較少在台灣去做演出 歐洲街頭表演的影片 網路上觀看超過兩千萬次 但沒想到在台灣的表演圈子裡 淚聲大雨點笑 不過很快楊世豪又迎來了第二次的高峰 你好 我叫楊世豪 然後我今年26歲然後來自台灣 在電視節目上帶來大環表演 震撼的演出讓在場評審眼睛一亮 但這次的爆紅對楊世豪來說 心中沒有太多喜悅之情 尤其是參加了搖搖籃秀之後 就開始 可能是因為我講了我來自台灣 有某一種價值認同 所以那個爆紅對我來講 我反而是沒有這麼的激動的 我反而覺得 哇好像是 一種 某一種壓力 但對我來講 我就慢慢 其實我在疫情的那一年 我很慶幸 有可以讓我自己休息 還下來的這個時間 放慢調整自己的步調 用更多時間潛行創作 也開始和團隊一起 認真經營馬戲之門馬戲團 再一次 再一次 五六七 應該說在馬戲 台灣馬戲存在的價值 對我來講 比較像是 我們想要讓 當代馬戲這件事情 它變得更有 教育意義 又或者是 它本身就有帶有一種冒險的特質 跟遊戲的特質 去在這個 存在在這個我們生活的 生活裡面 馬戲之門在跨年當天 前往苗栗的情美學演出 利用現場的裝置藝術 設計成飛行船事故情節 要找尋零件維修 今天是要帶來 一個參與式的演出 然後我們就是會 因應現場的空間 然後我們就是想出一個 劇情結構 哦 感應到了 感應到了 好 那我們繼續往前 它的概念就是來自於說 我們其實對於 遊戲安全的 這一個 安全性這一個詞 其實某種程度上來講 已經限制了我們對於 探險跟冒險的一個想像的追求 那 那我們就很希望透過 用馬戲表演的這種 這種 挑戰生死啊 這種挑戰 危險的事情的那個邊界 我們希望在這個裡面去 去激發大家 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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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如此 成金式的演出 讓觀眾身力情勁參與其中 激發想像力 帶給生活不同的感官刺激 不單單只是娛樂好玩而已 這就是楊世豪做馬戲團的理念 打破傳統偏見框架 這也是他邁入 厄力之年後 對從事表演藝術的最大感觸 我很想跟觀眾分享 就是尤其是年輕人 千萬不要覺得自己的路是白走的 因為你所 你當下所做的每一個決定 他在未來 你不確定是多久的未來 他一定都能夠 對你來講 你一定會想到 你以前有這樣的累積 你會感謝你自己 楊世豪說 走在夢想的路上 根本沒有在想失敗這件事 用心生活 感受生活 是自己的座右鳴 未來要帶著熱愛的大歡 和馬戲之門的團隊 繼續轉向全世界 馬戲歡樂走 廣告之後我們還要帶您看 欣賞火焰之舞下的追夢故事 台灣專業的活舞團 不僅深入了台灣街頭 各個角落爭取表演機會 最後也成功站上世界舞台 這群青春舞者們 他們兼顧傳統跟創新 融合台灣記憶與文化 訴說 火舞 寶島的故事 歡迎回到新聞思想起 熱愛表演藝術的還有這麼一群 持續在追逐夢想路上 不斷努力的年輕火舞者們 他們把肢體展現了利與美 結合了火焰 甚至一路玩火玩出名堂 讓世界看見台灣 今天要帶您看到是 Coming True即將成真火舞團 他們的故事 在2014年成立的團隊 當初起心動念 就是要成立一支台灣最強的火舞團 因此號召的還是台灣火舞比賽的 歷屆冠軍 超吸睛他們的招牌資歷 一路吸引了有之一同的愛好者 加入每一場演出高難度的炫劇 舉凡是拋截火棍 旋轉火球 還舞動火力方 樣樣精彩一點都難不倒他們 然而所有的精彩背後 卻是無數無數血淚 艱辛的苦練跟累積 而特別是成名當中 大多都不是表演科班出身 甚至就連表演道具 都是靠了團人們自己DIY 突發奇想 實現成真 成軍九年多來 從當初的默默無聞 到逐漸累積名氣 熬過了最慘的疫情低潮之後 這群年輕火舞團隊 他們繼續朝向夢想邁進 要把台灣火舞的精彩 讓更多人都看到 我覺得火舞最美的是 當你能夠掌控這個火焰 並且讓它跟你身體上 有更多的融合 火焰它像是有生命力的 它像是一顆心臟 你問我最喜歡舞台的哪一刻 我會說任何一刻 我更希望就是說有一天 有一天我是可以改變 改變大家對我們的想法 而是不再害怕我們這些亡火人 而是為我們感到驕傲 可以以以為的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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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樂以下秉氣凝神 充滿力與美的精彩亮相 是抓住觀眾目光的關鍵 他們是台灣少見的全職火舞表演者 即將成真火舞團 眼神看準 solo的眼神看準 加油 不錯不錯很好 音樂暫停 我們solo這段再來一次 你要記得是你出場的時機要再提早 每次排練精益求精 特別的是他們大多不是表演藝術科班出身 最大的共通點僅僅是因為擁有一顆熱愛火舞的心 我記得我第一次拿起火棍的時候 火就順著那個火棍的上方 煙燒上來燒到我的大拇指 然後我覺得很燙 就那一刻我才真的知道火是真的 而且很燙 對 但我也因此覺得 我好像只要轉了這個東西 玩了這個東西 我就不一樣了 沒有人是覺得說 火舞是可以當辦事 可以當職業的 所以我那個時候是給自己一個目標 我想說如果我這件事情可以做到 在台灣明夜前 火舞比賽 如果可以拿下全國冠軍 那我就給自己三年的時間 如果三年做不好的話 我就轉職 那剛好那一年我們就是 我那一年就拿冠軍了 兩位團長 綽號豆腐的郭彥甫 和菜頭蔡宏毅 兩人是高中時期的學長學弟 因為營火晚會接觸到火舞 進而成為夢想 八年前他們毅然決然組團 從2014年至今 已匯聚了20多位 志同道合的夥伴 我們其實在服裝組一開始的時候 就已經測試過 大概什麼樣的材質 對我們來說是最好的 因為有時候彈性 太彈性的材質 然後它燒了之後會融化 融化之後會黏在自己的身上 那種材質對我們來說是最危險的 這塊就是防火毯 六 七 八 十 這真的蠻好的 那我要這樣 我要遲掉了 我自己從小是讀國立台灣戲曲學院 那我自己的主修項目 就是民俗技藝是足技表演 我就認識了他們 然後他們就是 聽到我是練足技的 然後就覺得我好像很神 他們就看到我 有一個火 桌子的表演 菜頭就隨口說一句 你還不要把桌子點火啊 而在這個團隊裡 每個人都扮演著重要角色 現在要做的是就是 這是我們的最基礎的一個道具 它叫做POI 然後也是火球 它的一個焊接的動作 不只火舞演出的服裝和道具 舞台上的火焰裝置藝術 也由團員親手打造 這是我們之前做的一個裝置藝術 然後是火焰的裝置藝術 叫火焰摩天輪 然後這是其中一個車廂 就是其實台灣沒有任何人做過 火焰的裝置藝術 然後我是唯一一個 我們這個是有在哪裡亮相過 這個我們在花蓮的 城市藝術空間亮相過 我們到底要把什麼樣的東西 點一把火 然後我們也會仔細思考說 什麼樣的表演 是屬於我們自己的火 屬於台灣的火物 我是戲曲學院就是出來的 練主修呼拉圈火呼拉 就是我主要在表演的項目 後來又發展出更大項的 像是火群 白天的火舞跟晚上的火舞 其實很不一樣 白天的火舞 你會看到很多的 演員的身體 演員的表情 演員的張力 可是晚上的火舞 你可以看到的更多的是 火焰的亮度 那跟火焰它的形態的變化 炙熱的火焰絢麗奪目 激昂的演出令人震撼 他們深入全台各地角落 做街頭演出 將火舞的魅力 展現在大眾面前 更用火焰舞出自己的故事 它不只是一個有重量的道具 它更重要是它有一個時間性 當它點起火來 你要知道它什麼時候最熱 然後它什麼時候會冷卻 你要配合它的燃燒的狀態 你要給它一些呼吸 機 以前阿我就會覺得說 活舞就是好玩 然后就是好像 我应该要追求一些 很技巧的东西 然后很炫目的效果 然后越玩越大 越热越烫越烫这样 但是随着时间过去 其实会慢慢觉得说 那个是一个表象 我们想做的呢 是借由这些不一样的活 带给观众不一样的温度跟感受 不过活舞是高危险表演特技 训练过程干苦 难以想象 火焰也会随着环境而变化 在他们身上都曾留下 大小不一的活吻印记 很大一片而已 对啊 一个上胸 所以才住院啊 衣服下胸口的伤疤显而易见 30岁的团长郭艳甫 人生中有大半的光阴 与火焰交织 但在24岁那一年 却因演出疏忽 严重烧烫伤 就是我比较平步轻云 所以我就是变成一个比较骄傲的人 所以我在有一次表演的时候 只有我自己一个人 然后我就可能 我略掉了很多防护的步骤 我就直接上场了 我就这我已经演100次了啊 然后我衣服就烧起来 已经过了20几秒了 所以我这边就是算是全身11人 的三度灼伤 住院住了17天 加护病房 那你自己在受伤的时候 有想过要放弃吗 我大概想1000次吧 当然有想 对可是我觉得一直支持我是说 首先我身边的人都没有放弃 比如说菜头 所以经过了那一次的事件 我觉得对我最大的改变 我永远都在想 这些事情的风险 会不会造成我的团员受伤 会不会造成我们的 团那个观众受伤 满腔热血成团 除了学习与火焰共处 精英表演艺术团体更是不容易 他们也曾在理想与现实中拉扯 一路抵撞 首先我们当然是完全没有表演的机会 但除了没有表演的机会以外 我们可能甚至在排练的时候 都会被赶走 点火排练之后 如果有民众看到觉得 我们好危险 就会打电话叫警察 我火舞团在台上做表演 我们台上有六个人 台下至少要有二到四个人 做安全维护 所以在人力上在资本上 它是一个非常高成本的一项表演 火舞是明火表演 场地与环境都有重重限制 火舞表演者在台湾一度难觅舞台 郭艳甫和蔡宏毅最后决定带领团队 先远征世界再红回台湾 这群玩火的人成功登上央视春晚 展露锋芒 也获邀到各国艺术节演出 更被誉为全亚洲最具生命力的火舞团队 成为台湾之光 当时我们遇到的困难是 政府觉得火舞很危险 所以我们必须向他们证明 在足够的安全的防护底下 我们是安全的 观众也是安全的 所以我们才用这么多的履历 跟那么多的舞台精力 去证明这件事情 而如今我们算是做到了 因为我们就是从火舞 是在台湾是过街老鼠开始发迹的 然后就因为受到了很多 不太平等的对待 我更希望就是说有一天 有一天我是可以改变 改变大家对我们的想法 而是不再害怕我们这些玩火的人 团团的火焰深腾的感动 他们不仅将民俗技艺融入表演 更抱持着续写文化的使命 期盼台湾火舞永续传承 并让全世界认识台湾 应该说找到台湾的火舞的根吧 因为太多太多的记忆了 像全世界很多很多火舞表演 他们都只想要去呈现火舞很危险 但这个不是我们想说的话 我们想说的事情是用火 去说一段故事 这座岛的故事 台湾的故事 从默默无闻到累积名气 从街头看夜市演到大型舞台 台下的观众更从十多人到上千人 成就的背后是苦练与累积 更是坚持与实践 因为我们因为疫情 没有办法出去表演 甚至连在台湾的表演 都会被取消 但是我认为最大的影响是人 是我的团圆 因为疫情遥遥无奇 没有一个尽头 一起打拼的伙伴离开我们 对我来说 这才是疫情对我最大的影响 是蛮难过的 非常舍不得 我们这种表演者很厉害 只要等到疫情过去 文艺复兴的时候 我们一定有办法再带着台湾的火舞 去挑战全世界 我相信接下来会越来越好 等到现在 我们熬过了最惨的这两年 大家也越来越强 珍惜每一刻站上舞台的机会 透过数百场大小演出 火舞团成员们 传递出感动人心的力量 而观众的笑容与掌声 正是他们持续迈进的动力 有一次我街头演完 大敬礼结束之后 突然有一个老奶奶 她就拄着拐杖 慢慢地走上前 然后她就突然放下她的拐杖 张开双臂这样 把我紧紧地抱住 她就说 妹妹你真的很棒 你们真的很辛苦 但是你们真的做得很好 就是我们都看见了 好感动哦 对 现在想到还是会很感动 火焰可以是温暖的 可以是明亮的 可以是传承的 可以是充满希望的 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 他们都把他们的期待感动 回馈给我们 所以我们才会觉得说 我们要继续把这份感动跟坚持 努力的传承下去 撑团近八年 2022年终于拥有一个像家一样的排练场 出自建筑系 电机工程系等不同领域的活舞团成员 齐心打造竹梦的空间 在这里继续舞动他们的表演人生 活舞现在是我的生活 是我的生活重心 我已经全部都给它了 不管是时间啊 不管是精神 我都已经给这个表演艺术了 就算是去过了很多的国家 回来 我都还在进步 对 他们还没有让我停滞 所以我的人 就是活舞人生就是还在进行中 活舞的火对我来说不是火焰的火 是伙伴的火 一个人在一个火 这群伙伴每次表演 每次羡慕都让我非常非常感动 我们一起热爱舞台 一起挑战台湾 挑战世界 那你们旁边叫迪江成真 你觉得现在成真了吗 不知道有没有成真的那一天 对我来说真的成真的时候 是台湾的人真的对我们很骄傲 那一刻才是真的成真 一把火焰点燃的是向往梦想的初心 一段青春谱写出这群热爱舞台的表演者 平凡却不凡的人生故事 走过逆境与挑战 逆境扎根与淬炼 他们的活舞之路 持续走在即将成真的路上 计划下还要继续带你挑战竞技翻转传统 谁说只有男性才能跳八家将呢 在高雄内门的正宗艺术困 就一直从年轻娘子军组成的八家将 透过扎实的舞蹈功夫底子 让更多的人看到传统正头 味红味道的丽与美 欢迎回来表演艺术的殿堂 有许多的突破与不一样 接下来还要带您看看挑战竞技 翻转传统女子八家将的故事 在高雄内门的正宗艺术团 就这么一只年轻娘子军 所组成的八家将 本身就是舞蹈科班出身 有扎实的功夫 也特别让他们的镇头 看了多了几分的柔美跟亲切感 而创立在2009年的队伍 团长说了 一开始单单纯纯 只想要摆脱民俗艺术的瓶颈 寻找更多的可能性 不过就在尝试过程当中 离经叛道这些负密的批判 始终没有中断过 但为了要将宗教结合艺术 他并没有放弃 最后巧妙地只开了半脸 避开禁忌 保留八家将的特色与神格 也发扬创新的艺术之美 深夜十一点了 排练室里灯火通明 注意寻具的暗号 五六七 交叉 五六七八二二三四 高 身体往前 高一点 这些小女生都是女子八家将的成员 最小的十五岁 最大的也不过二十出头 全都是舞蹈科系的学生 尽管武力高超 但是团长还是不厌其烦 调整他们的神韵及姿态 对 好 定义起来 身体再开一点 不要那么低再高一点点 好 OK 这样比较凶眼神丁丁好 凶一点 好 很好 可以 在过去传统民间信仰中 因为男尊女卑 加上生理限制 女性常被宫庙聚于千里之外 但是随着时代演进 男女平权 女子也可以接触宫庙事务了 十三年前 郑宗艺术团团长方宗颖 苦思镇头文化的传承 发现要开展 永续 唯有创新 大破大力 那这八家将其实一开始创立的时候 面临了很多的负贫 就是被炒啊 然后就是说我可能乱做啊 什么一个传统的文化 我把它弄得乱七八糟 颠翻倒式等等之类的 我只是想要把文化提升 把它做到让人家可以认同 可以带到世界各地 在国际上可以让很多地方认识台湾 就这样 全国第一只女子八家将诞生了 道具尖里 脸师一笔一画细细勾勒 浓木仲彩的财笔 画出人格与神格的分界线 为什么是红色的眼睛 要要咖啡色 我要黑色的眼睛 黑色的怎么用煎饼 总体红色好看 然后各边都黑色 黄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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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悲话的女家将怎么说 脸师的心中早有既定的脸谱 女家将开脸不若正统家将这一般严格 规矩也少了许多 他们是掌管阴阳两届的范蟹将军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七爷八爷 传统芭拉将它是全脸 全是每一个人的角色 那我就不要造传统 那女孩子跳的 当然就是一种艺术 那艺术的呈现 我就想说那是不是来开个半脸 让它凸显一边就是女生 那也是算一种是艺术的呈现 开半脸保留八家将特色 另外半脸则是长睫毛 眼影 唇彩 就算只有半张脸也要美美的 每回演出前总是这一般当疮理云病 对镜贴花黄 不只在脸谱中暗藏巧思 就连服装法器等细节 也做了大幅调整 一般传统八家将的话 它是打冰 打香菇 就是我们用打的 因为女生当然她的步伐 要看起来很好看 要很流畅 而且又有美感 又有威严 所以我们改良式的 一个女子八家将的形距 就是长这样子 后面就会有很多这个铃铛 就是有刀 有斧头等等之类 法器变得精巧 服装造型变得鲜艳活泼 两个八家将在民俗信仰中的地位 以及庄严性不容打折 笑容 甜美都得抛一边 身为家将就要有家将的样子 二 二 三 四 五 六 一 八 因为我们是八家将 它保有这个文化存在 所以我们在这个眼神跟表情的部分 还是诠释以传统的为主 因为毕竟这个部分 还是要有一个威严 凶狠的一个表情 不能笑 绝对不能笑 但是在严谨的训练 也难免碰上状况 当事人害羞一笑 把鞋踢走 立刻投入状态中 没有人注意到这段掉鞋插曲 因为音乐以下 每个人都会专注自己所扮演的角色 这是一场特殊的线上演出 文化部为了配合疫情 退出积极性艺文纾困补助 没有现场观众 团员们仍然尽心尽力 很感动也很好奇 到底是什么样的机缘 让这些小女生不跳街舞 不走流行路线 而是加入严肃的宗教阵头 因为我觉得八家将很帅 但是女生没有办法跳传统男子的八家将 所以就来正宗立宿船 跳女子八家将 我应该是会继续跳 因为这是我有一个兴趣 因为我以前不太知道 正头文化这个东西 然后就还蛮好奇的 原本正头都是 刻板印象都是男生在跳的 但是有一个这么特别的团体 女子八家将里面 其实是包含了很多中国舞的动作 例如呢 例如说有一些庞飞燕啊 然后或者是一些亮相的东西 对台湾疫症的热爱 让这群小女生牺牲玩乐时间 全力投入 但是女家将们也是有天敌的 就是太阳公公 要一直补防晒 然后就是要一直喷 然后就是很怕晒太阳 可是又不得不晒 你有没有晒黑 之前有晒黑 可是就是多 就是想办法把它摆回来 并非每回出场演出 都得耍狠 这一天 女将们陪同台南金鸾公妈做 到麦寮拱办公进香 团员们开开心心的说 今天我们是美丽的小仙女哦 不过我们发现 在比八家将更准 更威严的官将手队伍中 这个娇小的身影特别悬眼 女家将已经很罕见了 但是女性官将手更加难得一见 她一直到卸除头盔才敢开口说话 戴上头盔的时候就是在工作的时候 卸下头盔才算是在休息的时候 才可以去做第一想做的事情 尽管将台湾艺政 提升到表演艺术层面 然而民俗信仰核心不可废 在传统和创新之间 找到大家都能接受的平衡点 并不容易 十三年披荆斩棘 从轻视慢骂终于得到认同 团员们并不满足现状 他们还想为台湾艺政做更多努力 我想要把她带进去剧场 因为通常看到这个都会是在 什么表演区啊 或者是就是绕镜帐 我觉得好像可以把她带进去剧场 好像可以做一种不一样的创新吗 可以让就是国外人看到 台湾有这么一个特别 这么帅的女子八家将 或者八家将 因为我想要把这些 好的文化继续传承下去 台湾的多元与包容 成就这支美丽又庄严的队伍 摆脱禁忌框架 期盼更多人看见台湾 欢迎回到新闻思想起 有有希望追逐梦想人生注定不凡 在今天的故事主角们 在经历大大小挫折跟叠叠状之后 最终的经验累积跟深刻体验 就算最后不是世界冠军 但也惊奇珍贵 无可期待 感谢您加入 我是王欣怡 我们再会